来自台湾定居在南加州的知名编剧家兼作家张明玉 去年夏天被诊断出罹患了末期肺腺癌 他在极度虚弱的情况下 仍然完成了他自己所说的今生最后一个剧本 人生多美丽 并且计划拍成微电影 他希望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这一部戏的完成 曾经编写台湾多部知名连续剧的编剧家兼作家张明玉 被诊断出罹患末期肺腺癌之后 现在住在钻石坝市的女儿家 医生和护士每天都会到家中来替他治疗 因为药物的影响 张明玉的脸以及身体都出现肿胀的后遗症 而且相当虚弱 但是靠着马飞止痛 人人能够接受记者的专访 他表示自从去年夏天被诊断出罹患末期肺腺癌之后 因为无法忍受化疗之苦 决定放弃治疗 从此病情日渐恶化 原本医生估计只能够维持到去年感恩节前后 但是意志坚强的他 现在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并且完成了他自己所说的 今生最后一个剧本 人生多美丽 张明玉希望能够在今年四月份 以为电影的方式把剧作呈现出来 人生多美丽的内容本身是一个长篇的小说 它是一个可以变成很长的一个连续剧 可是我把它变成框架以后 觉得连续剧又太可惜了 那当然我也看到那个灵性如拍的那个遗忘 也受了影响 所以我就很想拍这么一部片子 目前张明玉所写的人生多美丽 正在征求15到65岁的男女演员多名 还需要医院购物中心以及豪宅等场地 有意应征演员以及出界场地的民众 可以与张明玉的学生Judy联络 张明玉希望能够在他有生之年 看到这部微电影的完成 张明玉早年曾经担任国小老师 记者 编剧以及专栏作家 他所编写的连续剧 像是《仙人长花》 《春风不问路》和《七夕花》等等 在台湾都深受欢迎 移民美国之后 曾经担任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2009年以及2010年时 他所写的四幕五场大型史诗舞台剧 《春夏秋冬》 分别在南北加州公演多场造成轰动 他还出了自传题的散文集 《人生如戏》 罹患癌症之后 他自己知道所剩时间不多 更加努力在写作 除了所编剧本之名之外 张明玉还有一个明星女儿郑嘉瑜 在台湾的演艺圈也颇富知名度 而面对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张明玉说他最后的结论就是 其实只有一件 世界真美力 所以世界上 真的是没有什么 可以去计较 去大不了的 18台新闻 黄明玉 宋晓云钻石 霸市采访报导 有时 门